由于好于预期的美国经济数据引发了人们对美联储可能继续其激进的政策缩紧路径的担忧 华尔街主要股指周一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82.78点或1.40%至33947.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2.86点或1.79%至3998.8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1.56点或1.93%至11239.94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1个主要板块全部收跌 非必须消费品和能源板块分别下跌2.95%和2.94 上述反应是在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服务业的活动强于预期之后做出的 供应管理协会周一报告称 上月美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6.5% 高于10月份的54.4%超过50%的数字表明该行业正在扩张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 该指数将下跌至53.7% 周五的美国就业情况报告也好于预期 上个月创造了26万3000个新工作岗位 乐观的数据加剧了人们对美联储 可能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保持紧缩政策 以抑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的担忧